封存不等於個資法所規定的刪除銷毀 那我們強烈質疑 平文新聞網要封存所謂的新聞資料 就是為了要將來依照港版國安法 來因應香港警方或法院可能提出的索取資料的要求 那這個絕對是我們不能容許的 而且也不符合個資法規定 那也不是一個所謂的正當的封存的目的 據媒體報導 收購台灣蘋果新聞網的買家潘傑賢日前坦言 沒把握政府會同意通過 因此打算另外成立商標 不沿用台瓶商標 甚至將旗下新海環球改名為龍城創意 9月起以龍城創意名義聘請台瓶員工 並以共享平台發展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維 詹永如 台灣台北報導 報導 表示